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里在运转下 我们要知道 同样的生活 但是不同的设定 就产生了天壤之变 因为逻辑的开通 所以以前的苦日子 就不必再知足 放掉 以前曾要什么样追逐的 没有道的 放了吧 放手吧 不需要这么样的顽骨不化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相信你有这种经验 我们小时候 小时候那时候当学生 真苦读书 然后看着大人都不用读书 多好不知道他们 那时候家长还说 你们好好读书 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那时候怎么看 那个时候大人才是最幸福的 天天都不用读书 回家可以看电视 多好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 小时候不懂事 心中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都不用读书 每天就一直可以看电视 多好 对不对 就小时候下了不对的心愿 前两天的彩排 电视就一直盯着看 一直看 那不是看一个小时 连续的是看了很久 很多个小时 你知道吗 三大天我就在想 这是不是我当时 有许那个愿 所以有这个机会 让我一直看一直看 会很高兴 就一直看一直看 这会儿真的来了 给你机会 一直看电视 头都昏了 眼都花了 这下看得够了吧 看啊 出去看啊 人呢 有时候啊 在当时你的期望 不见得到后来会有好用 你知道吧 所以当时没让你 就怎么样的 如愿的 放了吧 别只说在心中 哎呀 我有好多希望都还没实现 有些真的实现了 不见得也消瘦得起 是不是 但是有了天地的祝福与共争 天地在赐给你礼物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 就好事连连 平顺 这个丰富又圆满 是不是 所以这个应该是随时等待着 你的这个每一刻的发泄 这后面就是已经暗藏着好事 都埋进去 你还听一下有这么好的事 发泄充满 发泄充满 好事埋进 好事埋进 多好 是不是 所以这么一来 你就不会强求 不是说你人生没有目标 是人生有目标 但是不执着 是不是 用尽你的本事 尽人事 听天 但是不执着 你有没有用尽了 你真正可以努力的力量 这才是你要在当下问自己 你明明可以度十个人 你说我有多少人 一人 对不对 那一人还是你高兴不高兴随便读一读而已 可不可惜 可惜 为什么 你明明这十个人的戏码 就可以为你带来将来可能的江山 结果你没把握 多可惜 可惜 优优独播�